接下來我們要上的是二氧化碳 第一個就是製造 二氧化碳一樣 無色無味無鏽 然後呢 密度比通氣大 不可燃不助燃 所以呢 現象下去就會熄滅 交過了 它溶於水 會形成什麼玩意 真言兵 起零 碳酸嗎 碳酸嗎 好像是 老漢叫做舊室 二氧化碳容易水形成叫碳酸 OK 好 來 下一個也交過了 固體的二氧化碳稱為什麼 然後呢 它在常溫 常壓下會發生一件事情 先問 固體的二氧化碳叫做什麼東西 女生吧 不要不要 男生 我喜歡這個男生 潘仁好 哈哈 小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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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常溫 常壓下會有一個現象 提供上 昇華 請坐下 乾冰 常壓下會昇華 誰會產生二氧化碳 人 呼吸作用 吸收氧放出二氧化碳 這個是我單尾要教的重點 碳酸原加西酸 碳酸原加西酸產生二氧化碳 未來會形成一個通式 請你背 現在講的是碳酸鈣加西原酸 意思一樣 這個是單尾的重點 碳酸鈣碳碳氫氧鈉受熱分解 會產生二氧化碳 尤其是後面這個碳酸氫鈉受熱分解 是未來的重點 碳酸氫鈉加熱會分解產生二氧化碳 是未來的重點 你現在就給我背起來 碳酸鈣碳 碳酸氫鈉加熱分解會產生二氧化碳 就是會產生二氧化碳的反應 有機物燃燒 有機物燃燒 有機物是含有碳的 未來會講 比如說酒精蠟燭 燒完會產生二氧化碳 好這是我們要做的實驗 這個實驗 這個實驗 的樣子 基本上跟上一次做 癢的樣子 基本上是 一樣 劑頭漏斗啊 追琴瓶啊 什麼 集氣瓶啊 樣子一樣 所以 實驗的注意事項也是 一樣 只是我放的東西 不一樣 我現在呢 放的東西 我們就要放大理石 不一定要放大理石 你可以放貝殼 那個拉阿 這個拉阿可 貝殼 大理石 或者是所謂的實驗鹽 因為他們的成分都是碳酸鈣 我們教你的時候是碳酸鈣 碳酸鈣去碰到吸鹽酸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碳酸鹽加吸酸 碳酸鹽是碳酸XX 碳酸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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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酸什麼什麼什麼叫碳酸鹽 加吸酸 可以加醋酸 可以加硝酸 可以加硝酸 可以加硫酸 都可以 我們用的是鹽酸 碳酸鹽加吸酸 大理石加吸鹽酸 滴下去就會產生二氧化碳 這裡的大理石跟吸鹽酸 都叫做反應物 是大理石跟吸鹽酸作用所產生的 跟上一次交的二氧化碼 不太一樣 我們上一次交的二氧化碼 我們說它是做什麼用處的 張子民 張子民 上一次交的那個 我剛才說碳酸鈣加吸鹽酸 兩個都叫反應物 這兩個在一起作用產生二氧化碳 上一次的雙氧水分解加二氧化碼 我們二氧化碼做出用 大聲 請坐 那個二氧化碼是當催化劑的 不一樣請坐下 好 收集方法一樣 好 收集方法一樣 是怎樣 我們用什麼方法去收集 我那個 氧氣 王仁靖 排水集氣吧 很好 排水集氣吧 實驗注意事項一樣 上一次要你注意什麼事情 第一個要注意的事情是 那根腸腸的管子 那個腸管要如何 那根腸管要如何 為什麼要這樣做 楊聖宇 樹風 芯頭漏頭 芯頭漏頭的場館要如何 為什麼 你繼續再玩嗎 為什麼 你說場管要盡量接近底部 避免氣體溢出 還有一個注意事項是 告訴你一開始的氣體要如何 為什麼 一開始的氣體怎樣 這樣問要不要蒐集為什麼要為什麼不要 為何 因為含有原來的空氣 第三個注意事項 氣體產生太快 要怎麼辦 氣體產生太快要怎樣 含用辰 含用辰 體力還是什麼 含用辰 盈和庭不在 何小孩 从来 起立 讲话 七里菜人他快怎么办 请坐 老板从水中拔出 两个人坐下 重点 我们前面教燃烧法 说放下去会灭掉 二氧化碳 那个其实不对 因为不可燃不出来的东西很多 下去会灭掉的不一定是二氧化碳 是我题目告诉你 我一个是氢 一个是氧 一个是二氧化碳 那才是那个不可燃不出来的二氧化碳 但是这个就是真正用来解二氧化碳的方法 要背 澄清石灰水通入二氧化碳 会产生白色稳浊 白色沉淀 这个沉淀什么东东呢 这个沉淀叫做碳酸钢 澄清石灰水通入二氧化碳 会产生白色稳浊 白色沉淀 这个沉淀叫做碳酸钢 这次你要做 对 来来来来来一件事 来做实验 哪一瓶澄清石灰水 嘴巴往里面吹气 嘴巴吹出来气体有二氧化碳吹 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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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那个石灰水就会变稳浊了 哇好玩了 继续吹努力吹 然后吹好多之后 它又重新变成清了 怎么会这样 因为二氧当你吹很多之后 就会有二氧化碳融于水 然后形成什么 碳酸 碳酸会跟碳酸钙作用 碳酸钙弄掉 所以你开始的时候 沉淀 吹一吹 变滚重 继续努力吹 重新变成成沉淀 因为你二氧化碳融于水 形成碳酸 然后碳酸会跟碳酸钙作用掉 碳酸钙作用掉 然后就没有了 然后用途灭火 这些是灭火器 现在几乎都没有胶了 第一个是酸碱灭火器 这个应该绝肿了 我小时候的校园都是这个东西 这东西很难用 很重 用的时候它倒过来 拿着倒过来才会噴出来 那里面放的是浓硫酸跟氨酸钙 然后呢 现在用的是第三个 现在用的是第三个 肝粉灭火器 我们教你的时候是教里面是氮气跟碳酸钙 现实生活里面出事 这都是最古老的时候的东西 你现在拿来豆腐这个东西 但是你才这样背 那是一般的东西都透过灭火器 里面是硫酸钙跟碳酸钙 它们能够灭火的原因都是因为它能够产生二氧化碳 因为二氧化碳的重 噴出去之后 沉在下面盖住 隔绝的氧气 我们讲过可燃木 助燃木 打二氧铁 少掉 因为都不能烧 对 所以过去隔绝氧气 少掉助燃木 达到灭火的效果 所以第一个 干兵用途之一 我们拿来灭火 第二 干兵可以拿来等保持人鱼虾 渔民出海 捕鱼 带回来 需要鱼虾能够保持新鲜 放到干兵里面 因为温度比较低 鱼了 我们前面交过了 烟雾效果 有没有 舞台的烟雾效果 就是干兵 干兵升华 黄色之重点 前面交过了 这个烟雾是什么东西 小水滴 哪来的小水滴 空气的水蒸气凝结成的小水滴 空气的凝结成的小水滴 我讲过这个烤过不止一遍 这东西烤过不止一遍 问你它是谁 好 防汉 做人造语 我们国中现在不教人造语 学测考过一次 就是 写了长长一段话 然后告诉你怎样怎样怎样 我提到 干兵可以帮忙做人造语 清凉饮料 高压 好 这是未来要教的 未来会要教 气体要能够溶于水 温度要低 压力要大 压力大你可能没感觉 温度机应该都有感觉 买可乐买气体要低温嘛 有人会 能拿来煮一煮吗 把可乐买煮一煮 就变成糖水而已 气得好掉 气得好掉 喝下去之后 喝下去之后 然后那个气体因为你炖的比较烤出来 灰发出来 灰发下去带热把热量带出来 瞬间有一股清凉感 对 对 这个还有一肩挡 对 就这样子 要压 OK 所以 要让气体溶于水 我刚刚讲过了 想过了要怎样 温度要如何 温度要低 压力要大 然后呢 打开气水会泡泡泡泡就是因为怎样 压力 压力 降低 这是风陪 这是未来的一个重度 我刚讲过了 碳酸钦纳还是这样吗 碳酸钦纳受热味产生肺亚化碳 那个发粉哦 有些是放的就是 不过不是活的 不是死的的发的 不是碳酸钦纳 然后放到面团里面 好像一场 产生肺亚化碳 有些松松一个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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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松懒的面包可以吃 风陪用 风陪用 这是未来也会再教到的 二氧化碳的用品 二氧化碳的用品 OK 有人有问题了吗 有人有问题吗 没有 二氧化碳跟群氧化碳 这是三年级的DK会再教一次 理论上你们应该生物或地理已经教过了 二氧化碳 会善于吸收来自地面的红外线 这里边的重点有 一 吸收谁 红外线 二 来自哪里 地面 三 谁吸收 二氧化碳 我们到三年再给你解释一些事 现在就叫你这 它善于来自吸收地面的红外线 那这个效果把它称之为温室效应 有人类之前就有温室效应 因为有人类之前就有二氧化碳 所以 温室效应不是问题 问题是 因为伟大人类的关系 从冬业革命之后 我们大量的使用化石燃料 烧煤烧石油烧天然气 所以在冬业中产生了太多的二氧化碳 有太多的二氧化碳 然后我吸了太多的热 放了太多的热 就是地球越来越热 那这个问题叫做全球暖化 全球暖化的坏处对国中生而言 我们几乎只考一件事 就是全球暖化之后 冰山会融化 海冰面会 丧生 国中生几乎都只考这件事情 其他都没有太多问题 未来地科 我会再多讲一些 但基本上国中生的考试 基本上只有考这个 所以为了要能够遏止 实际上的话我们的京都议定书 三年级地就会告诉你 这个议定书已经过期了 因为它只规范到2012年去年 现在新的写定还没有完全出来 也许今年年底 就会有一个新写定书 那我再来重新写我的奖励 告诉你新写定书 是目前的京都议定书 目前的京都议定书 好 请写课要念起 新写人 新写! 金纸 新写人 写的